这色的模板 假使说有点小缺点 比如说这里空太多 这字太小或怎么样 那以前 以前是直接在模板这边按右键 它会出现一个属什么属性 可是现在那个属性 就没有这些选项 那刚刚有老师太好了 我最喜欢这样 每次上课都会 学生都会有新发现 就会有这个地方 那你就直接回来收涂页设定 这里就可以再修改了 所以你刚刚忘记 显示挡名的这边勾一勾 那个觉得这个字太小了 太小就把它放大 好 然后呢 就是就可以再做一下调整 做一下调整 或者是位置啊 微调啊 OK 或者字型变换一下 OK 再按一下它就变了 它就变了 所以这边都可以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设定 在设定的缩涂页 缩涂页 缩涂页 好 好 顺便讲一下 那所以下次 下次你要报下一次的成果的时候 就更简单了 这字改掉就好了 改掉就好 图片另外捞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这样各位就会变成超级做行政的老师 就会变成超级做行政的老师 我们下集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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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